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这个二次函数 它的极大极小值 那如果你现在拿到一个二次函数 像这样子这个y等于这个ax平方 加上bx呢加上c 那我们要去求它的极大极小值呢 那我们就先把它配成像这种完全平方的格式 这y等于a乘上括号x-h的平方加k 刚才的档案有做这个过程 那么如果你配成这样子的话呢 那么我们仔细的去观察 就是如果这个a大于0的话 a大于0 那因为这个完全平方呢 它也是大于等于0 所以它们两个乘起来呢就大于等于0 换句话说呢只要这个x呢 它不等于h的话 这一项呢就大于0了 大于0再加k 再加上面这个k 那它就会比这个y的值 它就会比k要大 所以呢只有当这个x等于h的时候 当x刚好是h的时候呢 这一项是0 这一项是0 那也就说呢前面这个不见了 那这个是0的话呢 所以y就等于k 所以这个函数啊 它的极小值呢就是k 它极小值就是k 好那另外呢 如果说这个a小于0的话 那么a乘上s减掉h的平方 就小于等于0 小于等于0 换句话说呢 只要s不是h的话 那么这一项就是负的 那这一项是负的 你再给它加一个k以后呢 它就会比k小 它就会比k小 你比如说如果这一项呢 它是负3 那你把负3加k 当于小于等于k了 它会比k要小 那所以呢 当x呢4h的时候 当x4h的时候 这一项是0 那如果这一项是0 它就不会把k值变小 那因此呢 这个函数呢 它的极大值就是k了 这个函数的极大值就是k 那同学如果能够配合 后面的抛物线来看的话 就是像这样子y等于 a乘上括号x-h加k 它是一个像这样 开口向上的一个抛物线 开口向上的抛物线 那么这个抛物线 它的顶点呢是hk 那么这里呢 是它的极小值 每一个点它的y值 都比这个k要大 所以这个k值呢 它是最小值 k值是y等于 这个a乘上 s-h 平方加k 它的极小值 它的极小值 那这个后面还会再谈到 那所以 我们现在呢 如果拿到一个题目 像这种格式 y等于as平方加bs加c 这种二次函数 要下去求它极大极小值 那么你可以使用这个公式 下去配 配成完全平方 配成这种a乘上括号 s-h的平方加k 或者是呢 你就直接带公式 就是当这个h呢 等于这个负的2a分之b 我们刚才那个档案 求出来的 那么这个k呢 就是它的极大值或极小值 这个k是4a分之 这个4ac 减掉b平方 减掉b平方